我常常三天不睡觉 白天去调支票 跑夜跑订单 晚上就要看工厂 电话簿很厚 当个枕头 睡在铁椅子上面 讲到工作就是满腔热血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事业版图从中国印度到墨西哥捷克 全球员工数高达125万人 靠的就是日本媒体口中说的鸿海流 郭董的领导能力下谱 借工厂的员工亲眼见证 靠着严格控管成本 更让亏损连连的百年下谱 转亏为盈 2015年的时候 他们的会计年度 是亏损的超过2000亿日币 那今年近来预估 可以由亏转盈 达到正200多亿日币的一个成绩 据平面媒体经周刊报导 郭领庐山用一个例子就能说明 像是红项链前一晚 郭董临时要在深圳龙滑场的一位主管 隔天也要到场 挂上电话哈立马从厂区搭巴士到深圳 再连夜坐船到香港 赶单半夜12点的飞机 4月2号凌晨抵达日本 宛如被植入晶片的机器人使命力达 工业互联网 是富士钢集团 治理前进的转直方向 从代工机器人跨足云端互联网 能够不断跨界成功 典型郭董性格就是先做再改 这个其实是所谓新创公司的 一个特有的DNA 当然我们竟然在一个 这么大组织的鸿海身上看到 这个部分其实也反映出 郭董他在对于整个事业的经营 或者在对于他的决策 其实他的应变能力是非常的快速 靠强大企业管理手腕 宛如成吉思汗的郭董继续全球征战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郭董 resource 无其他人 将在阳 communauté 深邓语到平底道 送到平底道 除了各种相 conveniently 态度大优优独合同 实陆导臨场 我也可以